DLSS这个技术相信很多同学都听说过 我们之前也简单了解过这个技术 如今一年过去了 不仅DLSS已经更新到了2.3版本 其他也诞生出了许多用来提高性能的技术 像AMD的FSI 还有英伟达的NIS 还有英特尔即将推出的XESS 都是很值得讨论的技术 今天我就带你们了解一下 DLSS从1.0一路到2.3 这一直以来到底更新了些什么 还有就是所有这些提升性能的技术 它们到底都各自是怎么一回事 效果都怎么样 一起看一看吧 我们都知道 现在的显卡就算有独立的RT Core光追单元 来进行光追的加速运算 但是受限于GPU的整体算力 开启了实时光追之后 游戏的帧数仍然会大幅下降 因此就诞生出了利用Tensor Core 来提升游戏帧数的DLSS技术 DLSS的全称是Deep Learning Super Sampling 就是深度学习超级采样 简单来说就是一种先渲染低分辨率图像 再借助AI超回高分辨率 最终达到提升游戏帧率的技术 DLSS的1.0时代为了训练网络 需要先利用成千上万的高分辨率游戏图像 来训练通用模型 随后加入特定游戏的原始图像 进行针对训练训练 这些参考图像都是用64倍超级采样渲染出来的 就具有很高的质量了 而训练的过程简单来说 尽可能使AI模型合成出的帧 匹配游戏的原始帧 根据原始帧的差值 来调节网络各项参数的权重 这个过程成为反向传播 经过多次迭代之后 DLSS就可以自行生成接近64倍超级采样质量的图像了 同时还可以避免出现像TAA这样传统抗拒指方法的一些模糊不清晰的问题 说得很好听 然而不幸的是 在发布了一年之后 这个DLSS 1.0版本基本没有达到人们的预期 虽然说节省资源提升帧数的目的是达到了 但同时这个画面可是分辨率的缩水 画面细节的丢失也是非常让人诟病 毕竟画面填补的信息全是靠经验猜出来的 这个效果和你直接降低分辨率又有多少区别呢?对吧? 这个算法表现好不好 英伟达自己也很清楚吧?自然是要改进了 所以英伟达在2019年的下半年 就把DLSS整个推到重来 重新设计了算法模型 2020年初 DLSS 2.0横空出世 几乎完全颠覆了之前的实现方式 但相比最初的DLSS版本 它实现了几个非常重要的突破 首先就是图像质量上的大幅改善 DLSS 2.0可以在仅仅渲染1-1.5的像素量的前提下 提供和原始分辨率相媲美的画质 而且它采用了新的时间反馈技术 使得真与真之间更有逻辑性了 时间性的加入使得动态细节改善了很多 动态画面也更稳定了 第二就是全新设计的AI网络 可以更加高效地使用Tensor Core 执行的速度相比1.0上的原始版本快了一倍 这个不仅仅有提高帧率 还可以消除以前显卡 设置和分辨率上的一些限制 第三点就是算法网络的通用化 早期的DLSS需要针对每个新游戏 新出一个游戏就得训练一倍AI网络 而DLSS 2.0则使用了非特定于某个游戏的内容来开展训练 从而能够提供一个跨游戏使用的通用算法 这就意味着开发者端集成起来会更容易 游戏用起来会更方便 最终就会有更多游戏能够支持DLSS 最后一个改进就是加入了自定义的选项 DLSS 2.0提供了三档 一共是质量、平衡和性能这三种画质模式 来控制游戏内部分辨率 比如性能模式提供的是4倍分辨率的超采样 就是渲染1080P 输出4K 选择预定上这么多的选择就可以比老版本更广泛一些 这样听起来感觉改进幅度很大 游戏画面没有明显缩水的同时 性能又实打实得到增强 这么神奇的技术 DLSS 2.0具体是怎么实现了呢? 我来举个例子 我们用手机拍照的时候 尤其是拍HDR的场景或者夜景的时候 手机都会触发一个多帧合成 HDR的合成是为了做不同的分区曝光 而夜景的合成是为了降低噪点 这两者最终的目的都是用多幅图像 合成出更纯净 细节更多的最终一幅图像 而DLSS 2.0这是用了相似的原理 比如在性能模式下 可能先用1080P渲染出4帧 再利用AI把这4帧合成一个完整的4K分辨率的单帧图 那你可能会有疑问了 你4张1080P换1张4K 这性能怎么会有提升呢? 这不是一样吗? 这是因为渲染出的1080P画面是可以重复使用的 比如说我1-4帧的1080P画面合成为第一帧的4K画面 然后我2-5帧的1080P画面合成为第二帧的4K画面 后续每渲染出1帧的1080P画面都可以产生新的4K画面 而这4帧合成的操作就由独立的Tensor Core借助AI算法来完成 这是不是就实现了奇迹般的四两拨千斤了呢? GPU性能之初一下就降低了 而且从这里大家可以看出来 DLSS2.0和1.0时代的明显区别就是 1.0时代主要是靠经验去填补的 这样就容易产生大量的错误像噪点和鬼影 还需要针对每个游戏的场景单独做模型 一套模型可能放在室内场景表现还不错 但放到一个室外场景可能就非常糟糕了 但这DLSS2.0就不一样了 DLSS2.0每次的采样都是立足于在时间和空间维度的多帧画面 它的信息量很大 信息方向是可以预测的 有理有据 等于我猜也是按照逻辑猜 我也不是瞎猜 而且模型也是因此转化为了通用模型 只要训练一套 所有的游戏都可以通用 降低了开发者的适配和调教难度 后续的DLSS每次迭代 其实都是在2.0版本的基础上添砖加瓦 修正一些图像错误和细节问题 比如说2.1版本增加了超级性能档位 可以支持VR和8K的动态分辨率的DLSS 8K下最大可以采用9倍的采样倍率 并且改善了像UE和Unity这些常见引擎的适配 而2.2版本则是优化了动态画面 并且改善了物体边缘的处理效果 提高动态画面清晰度的同时 解决了部分游戏的噪点、脱影和尾影的问题 比方《死亡搁浅》里面2.2的改进就比较明显了 最新的版本是2.3版本又在一些细节上做了优化 比如它利用了运动实量来改善运动中物体的细节 粒子重建、重饮、时间的稳定性 具体的改进内容就列在这里供大家参考了 期间每一个DLSS版本的发布都会伴随着很多新游戏的加入支持 我们也是稍微统计了一下 支持DLSS的游戏现在已经有超过150多款了 包括有很多首发手用的老版本DLSS的游戏 随着更新也会更到新的版本DLSS 比如Control、地铁、死亡搁浅这些都后续升级了DLSS的版本 NIS和AMD的FSR一样是没有用到AI的 它是基于传统图像缩放算法升级过来的 事实上NIS这套技术的前身 在2019年就已经被放入英伟达控制面板了 叫做图像锐化 但由于传统算法的图像缩放 对于游戏的画质提升是比较有限的 而DLSS技术其实在2018年已经发布出来了 所以英伟达在当时就没有特意推广这个图像锐化功能了 现在的NIS是基于图像锐化升级改良过的一个新算法 它使用了四个方向的缩放和自信于锐化来提高性能 并且直接集成在了英伟达驱动当中 这个功能是不需要RTX显卡的 只要9系卡或者Maxwell架构之后的N卡都可以支持 更老的显卡其实也支持这项技术 只不过因为驱动已经停更了 你就没有办法在GFE里面直接打开了 但有些游戏比如永洁物件集成了SDK的 是可以在游戏里开启NIS的 我们来试试看好了 当我们在控制面板或GFE里启动NIS之后 乍一看好像没什么变化 这是因为只有在全屏运行游戏 并且分辨率设置比显示器的分辨率低的时候 NIS才会生效 如果前面勾选了渲染指示器 那么左上角可以看到对应的角标 蓝色表示只激活了锐化 而绿色才是同时激活了缩放和锐化的完全体验 而如果我们把桌面分辨率直接调低的话 那么显示器上的任何内容都会经过NIS处理 不仅仅是游戏 甚至连桌面和网页都可以 比如说你想把一个720P的视频优化到1080P 这个也可以做到 我们试了一下效果竟然还不错啊! 可以说这个NIS是一套通用的缩放算法 不管是什么游戏 甚至诸如玛雅或者D5渲染器之类的专业软件 NIS同样适用 同时NIS也是开源的 所以游戏开发者可以直接将它集成到游戏当中 不管是用什么显卡 甚至AMD或者Intel的显卡 都是可以启用NIS的效果的 但无论怎么说 DLSS和NIS之类的图像缩放算法 这两者之间还是存在很大差异的 DLSS有对画面中物体运动的理解是懂的 映算方式更为复杂的 而NIS这种图像缩放算法 则不需要知道画面中表达了什么内容 它只需要机械性的进行补偿就行了 英伟达这次把NIS专门拉出来 我觉得还是为了和FSR做对比 毕竟大家老是把FSR和DLSS相比较 实际上这俩技术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没什么可比进 那么问题来了 这个FSR到底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FSR全称是AMD超级分辨率锐化技术 对AMD技术熟悉的同学大家还记得 AMD曾经推出过一个锐化技术 AMD FidelityFX Contrast Adaptive Sharpening 简称CAS 而FSR就可以看作是CAS的改良版 它和NIS一样 免费开源、跨平台 运行它同样不需要特殊硬件 而且进行程序也非常简单 所以你可以说NIS和FSR是类似的技术 查阅了官方说明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 NIS和FSR都使用的是通的计算管线 达到更少的采样和更好的Cash一致性 FSR将放大和锐化两个操作分离 需要走两个Path 而NIS则是直接走一个Path 另外就是FSR要求在画面输入之前做完抗拒池 而NIS可以不用做啊 不过NIS在目前用驱动开启的时候 并不会自动偏移贴图的MAP等级 这样纹理的表面可能会有些模糊 另外就是可能会同时缩放你的UI 这些就需要游戏做出一定的适配了 所以可以说这两者虽然定位是类似的 但还是会有这两样那样的小差别吧 说到这里 不得不提嘴英特尔的XESS 这是英特尔推出的深度学习超采样增强技术 目前还没有实装 它的实现流程非常像DLSS 也用到了AI结合了空间数据时间数据 来更准确地合成高分辨率的画面 有一个比较有趣的细节可以分享给大家 就是这次负责英特尔光追部分 还有超采样技术的负责人 其实是前英伟达光追和DLSS的负责人 这事还挺值得期待的 那么针对现有的三种增强技术 它们各自的表现又如何呢 我们就来稍微测试一下看看吧 用的显卡是一张RTX3060 首先我们来看看主机移植大作战神4 刚登陆PC就同时支持DLSS2.3和FSR 这里我们分别在图形设置中使用AMD FSR效能模式 DLSS效能模式 以及在GeForce Experience中开启50%的NIS 也就是三个场景均使用1080p渲染分辨率 来放大到4K 我们来对比看看 首先开场界面这里 FSR的树皮纹理会感觉有点肉 而NIS也稍微感觉有点肉 DLSS在这里毫无疑问是最为清晰的 不过对比原画质的场景 远处的树叶和植被都有不同程度的闪烁 水面一直是老版本DLSS处理不太好的地方 不过我们在2.3版本里显然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不同等级的DLSS设置都没有一眼能发现的渲染错误 那么相比于原画 DLSS的降质主要是降在哪里呢? 其实就是在反射和阴影这块 因为反射和阴影本来就不是原生分辨率渲染的 比如4K分辨率的游戏 可能会用1080P的反射分辨率 而如果开发者不做好DLSS适配的话 那么渲染分辨率降到1080P之后 可能反射分辨率就会降到540P了 那这个信息量就太少了 自然这些反射补出来的效果就会比较差 在这个方面 其实比较好的开发者就会做优化 比如伴随DLSS的加入 去保持反射和阴影的渲染精度不变 这种就是适配比较好的游戏了 我们再进行不同等级模式下的DLSS的对比 其实就算开到最高能效 以720P渲染的4K画面 你其实也看不太出这是720P渲染的 对吧 DLSS的不同等级区别 其实主要是在于部分细节场景的渲染错误 有没有被放大化 比如像植被闪烁 还有人体皮肤和部分材质表面的噪点等等 过低的内部渲染分辨率会让场景有一些违和感 还有表现会有一些肉 对吧 不过它也不像NIS和FSR这类技术 一眼就能看出渲染分辨率造成的差距 AI这种有逻近的猜测还是更有优势一点 另一款大作 低频线零之曙光 近期也更新了DLSS的支持 听说是解决了之前版本的一个老大男的问题 就是大量植被造成的闪烁问题 游戏分辨率越低 这种闪烁会显著 游戏内自带的各种抗拒尸 似乎都无法很好地去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这里采用1080T主流的分辨率来测试一下 结果确实是如此 TA在这里的效果是最好的 但是相应的也会让画面变得非常模糊 基于镜头的效果次质 模糊感会好一点 但是剩下的几种简直就是闪瞎眼了 完全就是不能看的感觉 那我们在这里先尝试开启FSR的最高画质 这个闪烁就非常刺激 NIS其实也是一样的 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个闪烁的问题 最后我们还是开启DLSS试试 哦 这个效果是不是就好很多了呢? DLSS就没有之前的那种明显闪烁感了 整体观感上确实要比之前舒服了很多 我们还试了一时光明记忆无限 这是一款画面很不错的国产游戏 用上了虚幻式引擎 画质选项也支持很多先进的图像技术 我们就直接来对比效果吧 我们可以看到游戏在开始界面就已经在实时渲染了 更改画面设置也可以实时反馈到渲染的画面上 这也为了更明显的对比画面区别 我们选择了1080P分辨率 关闭胶片颗粒和动态模糊 你可以看到除了超级性能档位的DLSS会产生渲染错误之外 其他几个档位的区别不算特别大吧 像这种FPS游戏 如果你不是顶配 又追求帧数的话 我还是比较建议你开激进一点的DLSS的 画质损耗也没关系 帧数上去了嘛 另外 荒野大镖克前几个月也刚刚更新了DLSS的支持 为什么现在才更新呢? 这个就得问阿星了嘛 大镖哥2这个游戏在高特效下 其实它的画面效果是相当不错的 美工特别漂亮 但很多人会诟病它的TAA抗拒尺 在某些部分处理过于模糊了 即便是开到TAA中等也是如此 植被树叶的表现尤其明显 而DLSS的价入就比较好弥补了这个问题 无论是DLSS质量还是性能模式 相比TAA都更加清晰 几乎和MSAA这种多重采样抗拒尺差别不是很大了 并且也避免了MSAA闪烁的问题 至于帧数方面的提升大家可以自己看一看 另外有趣的一点 我们发现大表哥2内部自带的DLSS版本是2.2.10的 它不是最新的版本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开发者没有更新到最新DLSS版本的话 我们能不能自己手动升级DLSS版本呢? 我跟你讲还真的可以 我们把地平线灵芝曙光根部录下的NVNGXDLSS.dl文件 它的版本是2.3.5 去替换掉荒野大标课下的旧文件 当然要注意备份 替换之后我们发现真的可以升级到DLSS2.3 有些场景确实是有所改善的 尤其是毛发相关的 比如人的头发、马尾等等 这看上去要舒服很多了 怎么说自己动手 分衣足使吧! 眼睛间的同学应该会发现 有些部分AI是很难做出补偿的 像脱颖产生的位移 还有火焰的运动矢量 这些部分AI很难做出正确的判断 但这些不稳定因素在DLSS2.3中都是有所缓解了 可以说现在我们已经很难听到 开启DLSS会降低画质之类的吐槽了 凡是用过DLSS2.0版本之后的同学 应该还是比较认可这个技术的 另外 咱们现在不光有DLSS了 在1月14号的511.23驱动中 还引入了全新的DLDSR 深度学习动态超分辨率技术 它的这个原理其实和DLSS有点像 但针对的重点是不一样的 DLSS、FSR、NISJ技术是低分辨率渲染 输出到高分辨率屏幕上 而DLDSR技术则是以略略高一点的分辨率渲染 在DLSS增强到更高分辨率 最后超采样回屏幕原生分输率输出 这对于那些手持顶级显卡 却只有1080P低分辨率显示器的同学 正好能派上用场 可以在分辨率不变的情况下 进一步增强游戏画面的细节 还能达到抗拒尺、减少闪烁的效果 你就把它当成一个性能消耗比较小的SSLA就是了 这个使用了深度学习的DLDSR效率 相比老算法DLSR提升了接近1倍左右 官方宣称DLDSR的2.25倍图像质量 就可以接近旧版DLSR4倍的效果了 实际效果怎么样呢 我们也实测了一下 在古丽影暗影当中 1080P分辨率下游戏的帧数是135帧 如果我们开启DSR4倍 从4K缩放到1080P 这毕竟是4K分辨率的 游戏就只有51帧了 压力是比较大的 无法60帧运行了 而DLDSR2.25倍 从1620P缩放到1080P之后 游戏帧数可以跑出73帧 帧数相比DSR快了50% 而画质上2.25倍的DLDSR和4倍的DSR 确实差别不是特别多 但怎么说呢 DLDSR依然需要你提高一点分辨率来跑 所以肯定会比原生分辨率更耗费性能 这个还是比较适合那些 还在用1080P或者2K显示器 并且显卡性能过剩的同学来尝试 DLDSR的开启方法也很简单 打开英伟达控制面板 点到管理3D设置 这里就有一项叫DSR因素 然后选择DL缩放就可以启用了 你可以看到现在只提供了两个档位 1.78倍和2.25倍 后面这个分辨率就是渲染分辨率了 相信大家也明白 超过了1倍就会损失性能了 既然有了DLSS的AI超分辨率价值 我觉得以后也应该开放一些倍率更低的档位才对吧 希望如此吧 DLDSR最大的一个优势在于它不需要开发者的适配 任何游戏都能获得画面增强 所以每个用RTX显卡的人不管你玩什么游戏都能受益于DLDSR 当然这个功能是用AI去实现的 所以你必须用RTX显卡才行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看到 最近几年的各种或基于AI或不基于AI的图像增强技术 都如雨后春笋般全部冒了出来 不管是英伟达的DLSS、DLDSR、NIS也好 还是FSR或者XESS也好 这些技术不管你是增强画质还是增强性能 其实都在实在帮助我们玩家实现更好的游戏体验 那这样的技术自然是来多少我们都不嫌多 对吧?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感谢你的收看 如果你觉得有用的话 不妨长长点点赞键一键三连 也别忘了关注我们频道 也别忘了来我们的淘宝店铺 极客湾的店 看看我们的T恤和鼠标店还有贴纸 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拜拜